0050从它挂牌开始算 年化报酬率是7% 等于说10年之后 你会翻倍 房子如果没有翻倍 你就买得起那个时候的房子 那个时候 0050发行价是37块 现在是多少 那10年后 它可不可以成长4倍 能不能追上房子的涨价 我觉得是存疑的 大家好欢迎收看 富足金周启 我是主持人王志玉 很多年轻人存钱存钱存钱 存到第一桶金之后 就开始伤脑筋了 为什么呢 他说那我这第一桶金 到底是应该要买房 还是应该要继续投资呢 哇这真的是一个大灾问 很多人想不清楚啊 所以呢 今天我们现场就请到了 最会投资 而且可以舒服投资的 乐活大叔施生辉 是吧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乐活大叔施生辉 这个问题呢 问我们施巴就最好了 所以呢 我们先来看看年轻人怎么想 好那如果你已经存到200万 到底你应该要买房子 还是应该要继续投资呢 有41%的人觉得应该要买房 因为买房抗通膨又很稳健 但是呢 高达将近6成 59%觉得不行不行不行 还是应该要继续投资 把那个现金流滚起来之后 比较安心 那同样这个问题问施巴 你觉得吗 我当然是要买房啊 要买房 对 2022年啊 1月份的时候台积电冲到668嘛 对 然后呢 大家都说护国神山 那个时候就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存到200万 该买台积电 还是该买房 那个时候只有我说 该买房 对 对 因为后来台积电从668 688一路跌到370 如果你买台积电 保证很恐慌啊 对 但你那个时候如果是买房 至少还住在里面啊 房子是确定的 股票是想象的 你这样讲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年轻人就反驳你 好 年轻人有很多可以反驳你 每一条看起来都很有道理 所以我们来看看哦 年轻人呢 他们说我不买房 第一个很充分的流逝 不好意思 我买不起 18 我也买不起地宝啊 一定有买得起的房子 这样 大家买第一间房子啊 绝对不是拿来投资的 那拿来干嘛 买得起最重要 买得起 自住啊 那我只是买起厕所啊 不会啦 真的如果200万的投期款 你现在在新北市啊 对 大概还可以买得到房子 因为现在是小家庭嘛 大概一对夫妻嘛 我现在顶多是一个小孩了啦 里头有十几瓶 其实是够住的 我就买个两房 两房就够了 其实两房现在是主力产品 20瓶的权装 因为公司很高嘛 大概剩下12、13瓶 大概够一个小家庭来生活 那其实是1000万出头 大概就买得起 所以大概投几款200万差不多 差不多 你就去买一个 你负担得起的房子 对 我直接建议大家 台北市就放弃了啦 台北市太贵了啦 直接放弃 新北市要有机会 有三个条件 你可能就买得起 第一个 不要买有电梯的房子 膝盖不好 膝盖不好 年轻人不会不好 我才不好啊 到老的时候 你应该有机会买到电梯吧 我第一间 第一间吗 我先不求有电梯 不求有电梯 第二个 不要买有停车位的 停车位其实用租的相对划算 你去买一个负停车位 其实那个成本很高 很贵 第三个麻烦离捷运站远一点 不用住在捷运站上面 我直接举例啦 我觉得戏科 戏子啊 戏子跟南港中间那一站叫戏科 戏科站 或者树林都很好 最近有人跟我说基隆 基隆稍微远了一点 但是你看看 戏科坐一站的那个区间车啊 对 就到了南港开始接捷运啊 很方便 对 板桥再坐两站就是树林嘛 对 福州在树林嘛 其实也就接板桥的捷运啊 所以你买一个蛋白区一点的 对蛋白区一点 福州站的生活功能不是很好 但是那个树林很好 你就多做一站吧 其实这个房子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买得起 大家不要想说媒体都说 一瓶两百万三百万 房市专家跟你讲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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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买在捷运隔壁 那个是投资的观点 投资的观点就会贵 贵就买不起你就放弃 其实第一间房子是拿来自住的 买得起最重要 稍微远一点点 我用时间换取一些房价 没错 我买得起 对 我就拥有一个房子 相对安心 我被你说服了 那第二个 年轻人要挑战你 来 房价不合理 我为什么要当那个冤大头 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么贵的房子 房价当然不合理 从以前就不合理了 大叔当年1990年买第一间房子之后 这个所得房价比也是17 18倍 对 那现在当然也是这个样子 房价当然不合理 但是不可能跌下来了 大都会去顶多跌一层 或者说你有story 比如说以前的03代 林口三峡淡水 跌幅会大 因为那时候充满了想象空间 你如果是买生活技能好的 其实大都会去的跌幅不是很大 甚至有人说他希望两岸发生战争 房价就会跌 真的很好笑的道理 这很好笑吗 当然很好笑 那个时候 那时候你命都没了 还管房子 对这样知道也是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房价不合理 永远都不合理 你不要去追求合理 坦白说如果房价大跌 整个台湾经济会垮的 你以为房价大跌的时候 0050会大涨吗 台积电会长 不会 所以基本上你越完买 我觉得你的压力越大 所以我建议各位 就是现在开始跟房仲建立好关系 常常去看房子 中一个机会会买到合理的价格 对 然后你买得起的房子 其实看房子又不用钱 看房子不要钱 他还经理喝咖啡 没错没错 你就花时间去找 真的时候也会碰到有缘的房子 你不要说想买的时候才去找房仲 你要很早就跟房仲打好关系 你把你的兴趣当成看房子 告诉他你的需求 告诉他 他会帮你找 他就会帮你找 对 好 我被你说服了 房价不合理 施爸说你想法才不合理 好 来我们来看 那年轻人会讲啦 那现在不是讲少子化吗 所以以后房子应该会功过于求啊 没有人要住那个房子 少子化 没有下一代啊 这样子是不是房价以后会下跌 我认为理论上是对的 对吗 对 但是呢 谁知道未来的现实怎么样 我现在已经有房子了 我管他未来会不会跌 如果你一直认为少子化 一定会让房价下跌的话 万一你再过了二十年三十年 这个事情还没发生 你怎么办 还有一个问题 有一次有一个听众悟 在我演讲的场 他问我说 施老师 我是我爸唯一的儿子 我没有兄弟姐妹 对 我继承我爸的房子 我还不要买房 听起来不用买啦 对不用买 是 但是我跟他说 小心你爸活到一百岁 现在父母活很久 你可能到七十岁 高龄风险 对 家长的高龄风险 但你不能期待你老爸老妈早点走 说不定你七十岁 七十五岁才能继承房子 但是你六十岁的时候 可能就被房东赶出来了 那你六十岁就回去 跟你的老爸老妈住吗 我相信大部分人不愿意吧 对 所以现在的风险是来自于 你的父母可能活很久 你真的继承要等很久很久 对 那如果你自己有一间房 你父母最后去世之后 你在继承的房子 那就紧上电话了 紧上电话 还多一栋房子卖掉 还可以来投资啊 所以就是无论如何 你就是应该要买房子 我觉得这个辩论比赛 就这一点来说 我一定输 真的哦 少子的话 看来供给增加 需求减少 房价该跌 但是呢 这个议题已经讲了十年二十年 都没发生啊 对 未来十年二十年 会不会再发生 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说辩论比赛 我一定输你 对 那现实不一定啊 对 我至少先有房子 不要管这个辩论是赢还是输啊 我就算输你没关系啊 我有房子啊 赚到钱嘛 对 OK好 那这个我要来挑战一下十爸了 他们说买房会把我的钱卡在那 那我就租房子 我租房子 我这个住的不喜欢 我住个两年 我换一个黄金 我租另外一个房子 然后我还不用背房贷 我活得轻轻松松 出国旅游 这样是不是感觉 听起来也不错 到了六十岁六十五岁 房东不租给你的时候 你可能会碰到很大的压力 如果你认为你六十岁的时候 一定买得起房子 我觉得你可以租房子 现在网络上有个人说 他年薪五百万 他每天都租房 因为这个人以后买得起房子啊 你年薪才五十万 你要跟人家学年薪五百万 租房子没道理啊 如果你没把握 六十岁可以买得到房子 我觉得你就是辛苦一点 现在开始努力买个房子 不要到了六十岁被赶出来 爸爸还活着 活得好好临可慢 好 那师爸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你应该赶快买个房子 然后自住嘛 第一间房应该这样子 但有人都会说 那我才两百万 我存到第一桶金 我通通拿去买房子 跟我把这两百万 我再努力投资 把它变成三百万四百万 到底哪个好啊 很多投资专家说啊 投资只要每年报酬率有7% 十年可以翻一倍 你知道七二法则吗 对对对 十年可以翻一倍 他们就反问我 十年房子能不能翻一倍 我说不行 对不行 但重点是 你真的每年赚得到7%吗 但我们不是有梦最美 对对对 我觉得有梦可能变噩梦啊 一个人说用0050 从它挂牌开始算 我们就讲0050 对 不讲个股 挂牌开始算的话 年化报酬率是7% 对 等于说十年之后 你会翻倍 房子如果没有翻倍 你就买得起那个时候的房子 对啊 好像也对啊 好啊 那个时候那个0050发行价是37块 现在是多少 那十年后它可不可以成长四倍 我其实是保守的 但是你用现在来推 为那个过去假如 假如10年前买0050 一定赚得比房价多 对 但是10年前买0050 你真的认为0050会涨这么多吗 但10年前买房 你可以确定房子不太会跌 我觉得这就是现实跟什么数学模型之间比较 再讲一遍 房子是确定的 对 股票是想象的 哦 好那我们刚看到很多年轻人这个对于不买房 他有很多迷思想法 我们失败一一破解 好那失败跟我们聊一下你自己的买房经验呢 好从我薪水开始谈销 好 我一开始领的薪水是一个月4800块钱 4800 他是虐待同工吗 不是 那时候我在当兵是少尉啊 哦哦哦 所以4800 4800 你知道我存多少吗 你存多少 存4000 那你只花800啊 只花800 那你不用吃饭 800都花在哪里 花哪 花在那个回台北度假 哦 休假的时候回台北的火车 所有东西都不花钱 都不花钱 因为吃部队住部队啊 哦 通通都是部队啊 所以我可以存4000块 而且那4000块是直接扣到邮局 不是说剩下的钱存4000 我是一开始就规定说 就发给我800块就好了 4000块存到我 一直好习惯 对 现在还是可以做这样设定 先存再花 不要说花完再存 哦 不过花完再存 基本上存不到钱的 哦 那你第一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在天下杂志 在广告部就是承来广告业务 对 薪水多少 13000块 13000块 现在的最低工资是多少 27000 28000 你看我才一半而已 那你存多少 那个时候存的比较少 为什么 哦 为什么 因为在交女朋友要花钱了 对 但是花了不身上 但是他这个钱是值得的 对对对对 那后来因为工作努力 就被同业挖角 哎呦 立刻薪水就double了 哇 27000块 虽然一幅神多 一万三万两万七 对 所以我觉得努力工作非常重要 嗯 因为努力工作就可能加薪 最重要的是被同业挖角 可能薪水至少是50%或double起跳 翻倍跳 不要一看就想说靠投资致富 努力工作 先努力工作 对不对 让你自己基本薪资往上跳 对不对 我觉得我的财富的增加节是跟上台股的大涨 台股大概从1988年就一路大涨了 到1989甚至到1990年冲到1268 嗯 我确实在那个时候靠投资股票赚到了大钱 你有赚到那个大涨的过程对对对对 如果靠薪水可能是没办法买房的 但是我有个机会 嗯 在股市赚到了钱 后来在29岁去买了一个预售屋 哦 然后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嘛对不对 所以施巴是几岁结婚的啊 29岁结婚 29岁结婚 所以那个时候 我跟我太太各有三万块的薪水 已经有了要结婚 不是不是 过两年才生了 这个题目歪楼了 所以那时候就是刚结婚就要买房 其实买房的时候还没有小孩了 在贷款中间老大出生了 后来老二老三又出生了 很坚持 被我抹黑 所以那个时候夫妻薪水加起来不到六万块 对 然后你们就去买一个预售物 对 对那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才六万块 然后一大部分全部还房贷 六万块还房贷五万剩一万 我大女儿还出生 怎么可能生活吗 当年利率是多少 12% 那赶快还 当然要赶快还 吓死人了 吓死人了 好那来我们就要听师爸好好讲个故事了 六万块家庭收入 你怎么cover五万块的房贷 第一个就是要非常节俭 那在这个中间 后来我太太又怀孕了 去产检 哇 她哭着跑出来 为什么 我说发生什么事 是胎位不振吗 不是 双胞胎 都已经养不起老大了 怎么又来两个呢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拼了老命赚钱 第一个是那个节流 我这样讲好了 后来我们那个一家五口人 举个例子 我们去吃意大利面 对 我们每一个人都吃一份主餐 但是呢 套餐的部分只叫两份 搭屑尔 搭屑尔对 你知道吗 套餐就是前面是汤跟沙拉 那一个人喝汤 一个人吃沙拉 那后面呢 是那个饮料跟甜点 那一个人喝饮料 一个是甜点 那老爸比较可怜 我就是那个没有套餐的人 那总共五个主餐 但是只叫两个团 就相对便宜一点点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尽量的节俭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需要跟想要这两件事情 需要跟想要 你要分清楚 这样举例好了 我儿子小学的时候说 把QB给我买一双Nike球鞋 我说Nike球鞋 到底比别的球鞋好在哪里 你要告诉我 五个的理由 我就帮你买 第一个很炫 没问题 第二个同学都有 同财压力 第三个讲不出来了 体育课要有球鞋 这个叫需要 穿到Nike最高级的 就是想要 所以基本上你的生活必需品 需要就好 不要买到想要的 同样是球鞋 那价钱真的差很多 差很多 其实你就是买一个球鞋 可以上体育课 你又不是篮球选手 又不是前进选手 你买到那么高级的球鞋 做什么呢 其实只要永远在花费的时候 想要跟需要 你就要省得下钱来 那现在大家不是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吗 对 真的需要每天喝一杯吗 你如果真的想喝 你就不要喝到那个国际连锁品牌 一杯150的嘛 你去便利商店可能35块就买到 那你真的需要每天喝一杯吗 假设一个月只喝10杯 是不是就可以省下钱来呢 这是截留的部分 对 那开运的部分呢 我必须说我现在写了19本书 对 所以你当年就开始开运了 没有 我前面还有8本书 真的啊 那8本叫做翻译言情小说 言情小说啊 对一本大概有15000块的收入 那我刚刚不是说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嫁起来就6万块 对 那我一个月可以增加1万5 那我太太也在家里兼差啊 她是打板师 所以在家里可以 做衣服那个打板师 对 她也可以增加1万5啊 那这样我们家里有9万了 扣掉5万 还有4万可以生活 就是可以生活了 那其实存钱不容易 找钱很简单 找钱很简单 在家里找钱 在家里找钱 对 我举个例子 我2003年离开职场之后啊 那时候我在证券工作上班嘛 其实我们证券工作都给我们做西装 穿的比较人模人样嘛 对 有西装有西裤有白阵衫 是 后来我因为 离开职场不太需要那么多西装 我就留下了三四套 自己做的比较好的啊 嗯 那个公司那个 发的比较古白一点嘛 我就在网路上卖啊 卖掉啊 一件西装 加两件同色的西裤 嗯 990块 我把我的尺寸都写出来 我身高体重 我太太又是打满师会帮我量尺寸嘛 对 990块你真的不放心 嗯 来跟我面交 我们在旁边 麦当劳试衣服 你试试看 试穿 嗯 所以一天就卖掉10套 990块西装 连裤子 是不是很便宜 你就真的把它卖了啊 就卖了 一天就卖掉10套耶 因为一般上班 真的有人买啊 有啊 哦真的啊 对啊 因为可能他不需要穿的很fashion 可能上班要穿西装 需要跟想要嘛 对 他只需要一个西装 对 其实在家里找出东西来卖 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在家找钱是这个意思 对 看断舍离拿个不要了 然后慢慢看 没错 对 就是有缘人会帮你拿走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失霸就是用这一招 这个开源节流 然后慢慢慢慢 房贷 很快的时间就还完了 对不对 其实失霸的专长就是教大家 怎么买ETF 对 对不对 那很多的年轻朋友也会想问说 诶 那我这个到底要怎么样用这个ETF 滚出多一点的钱 让我可以买可能好一些的房子呢 我觉得定期定额是现在最好的方法 就买市值型的ETF 例如0050跟00608 跟着大盘涨跌的 负值大盘的 对 不然你就买高股息型的ETF 比如说0056 00878 0073 一大堆 其实都可以 你就定期定额买 不要想说现在股市已经超过2万点 是不是高点 不然会涨到2万1 2万2 你不开始做的话 永远都不开始 永远不能开始 那也可能跌 所以定期定额就是跌的时候 你可以买更多 所以用定期定额 永远不用担心怎么样 进场的时机 再也不要焦虑 0050就代表市值型的 对 你比较积极的人 你就可以通通扣0050 因为股市涨的话 它会跟着涨 但是如果你稍微保守 还希望有点现金流 因为股息比较多的话 你就扣0056 那你不知道什么选择 很简单就各半嘛 就一半一半 对一万块就一半0050 一半0056 但是我觉得你不要说 一万块 两千块0050 两千块006208 两千块0056 两千块0087 我分散风险 不要啦 因为高股息型的ETF 其实差异不大 你就选一支就好 不一定0056 选一支就好了 那我希望选的是 比较老牌一点 新的高股息ETF 为什么 要稍微保守一点 因为它建仓的成本 都在2万点以上嘛 对 你说0056 0087 建仓的成本都很低啊 对 所以秦位去买老牌的 那你市值型 不是挑50 就是挑6208 对 不要说6208比较便宜 50比较贵 其实涨跌幅是一样的嘛 是 所以我就觉得 一半是市值型 一半是高股息型 那你如果比较积极一点 你就全部都市值型 你如果稍微保守一点 你就全部都高股息 我觉得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自己决定 用这样的ETF 定期定额扣扣扣 然后让它慢慢累累累 累到了这个200万 或者是你的头期款 对 我们就直接把它卖掉买房吗 那当然是啊 那万一那个时候 刚好大盘不好 跌跌跌呢 我觉得这一两年 大概大家都赚钱吧 不要想那么多 对不对 就算那个时候跌 你会赔一点点 我都觉得买房优先 对 房子是确定的 股票是想象的 而且从去年 开始那个0056 那个高股息行业提供 因为里头AI概念股 对 都长得很凶嘛 以前是很牛皮嘛 对 去年长得很凶 我的粉丝最大的焦虑是 该不该卖 已经赚太多了 跟他说 有资金需求就卖 没有资金需求就不要卖 就很简单的道理 很简单 你要用钱你才卖 你要用钱 最大的用钱的用途 就是买房子 就把它全部卖掉 全部卖掉 对 去付头期款 就不要管它了 就去买房 对 因为0056 0050 还是可能跌嘛 但房子永远在那里嘛 那再来我就要请教这个 10爸的 因为10爸你自己是很快 就把房贷还完嘛 那现在的利率环境 跟当年不一样 像现在很多年轻朋友 可以用那个 新清安贷款 他甚至还可以 贷到40年 他宽限期可以5年 然后利率又 这个1.7%多很低 那这样还是要赶快 努力开元节流 把房贷还完吗 当然不要 越晚还越好 你知道你现在借1000万 40年后的1000万 早就贬值到300万了嘛 对 所以你还是还 那个面额的1000万嘛 所以买房子是 最好抗通膨的方法 一定要去争取 5年的宽限期 而且还得越久越好 而且有一个最简单 吃银行豆腐的方法 什么 你在哪一家银行借钱 就买那家银行的股票 你付给那家银行 1.7% 1.8% 我就成为你的股东 成为你的股东 你从他的股息 可以拿到4-5% 不就白白的套利吗 好有道理 怎么借的越久 领的越多 当然借的久 你的利息当然比较多 但是你可以从这个投资 赚回来 当然不可能完全cover 但是你拿薪水 继续去买 一家银行的股票 我觉得台湾的银行 倒的几率很低 对 但是他们发的现金股利 像相对大方 对 感觉这司法建议很好 就是我至少 我不知道套利多少 但我心里超舒服的 对啊 我12%的时候 当然要赶快还1.7% 不是摆明在你从股息 就可以赚到4-5% 要付给银行1.7% 太开心了 当然不要急着还 好那最后 那最后请司法来跟这个年轻朋友 要买房的 你给他们一点你的人生建议好不好 坦白说你只要买了房子 你真的充满了赚钱的动机跟欲望 如果你不买房子 因为生活相对轻松 你可能不会那么积极努力的工作或者兼裁 也是一个很好的让你努力的一个动力 对 没错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司法来跟我们分享 司法的人生经验真的很值得大家参考 他一些想法大家放在心上细细评委 哇相信你这个过了几十年 你存到很多钱就回头看 你就要开始找司法谢谢他 好今天非常谢谢司法 那到底你的第一桶金如果存到的话 你是想要买房还是投资呢 欢迎大家在下头留言区留言跟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 再会囉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咯